大家好 我是阿倫 大家好 我是阿倫 今天的這支影片呢 是要給所有在日本 尤其是在東京的人一個好消息 是什麼樣的好消息呢 因為現在其實現在有非常多的人呢 就是很久沒有回台灣了對不對 然後你們應該也會非常懷念台灣的滋味 然後前陣子在日本的カルディ 曾經有推出過一些 比如說蘋果Sida或者是義美小泡芙這些 等於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跟上這波潮流 然後沒有跟上的人呢 我相信也滿多 也就是像我那個時候剛好人不在日本 雖然說我人是在台灣沒有錯 但是其實我那時候一顆心 也都是跟同在日本的大家一樣 就是說哇塞 雖然卡ルディ 竟然有在賣小泡芙 實在是非常讓人家興奮的一件事情 不過今天的這件事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在日本 我們找到了賣台灣零食的地方啦 對 沒錯 自己抓一個收音 然後至於在哪裡呢 就是在東京的日本橋的成品 對 沒有錯 成品其實在日本是有開一個 算分店吧 反正就是有一個地方是有台灣成品的 然後裡面就賣了非常非常多的台灣味 然後旁邊還有一些比如說台灣茶可以喝 Happy Lemon或者是賣一些台灣的雨傘 還有一些台灣的餐廳等等 都在那一棟裡面 而且他們走的是那種高質感的路線 然後我今天剛好就去那附近逛一逛 然後就看到那一間 有一間專門在賣台灣的小物跟零食的一間店 然後它裡面有賣非常非常多的台灣味 我現在一個一個為大家介紹 然後我現在我這一袋裡面呢 我的後背包裡面其實已經裝滿了 我就是在那邊買的東西 給大家看一下我會買了些什麼東西呢 首先呢 第一樣東西就是 孔雀香酥脆 對 沒有錯 孔雀香酥脆耶 各位 這邊竟然有在賣孔雀香酥脆 然後這個應該算是 既義美小泡芋之外呢 我最喜歡的一個零食之一 然後它這後面其實是有翻譯的喔 大家看一下它這個是按照正規管道進來的 所以說這邊後面是有日文翻譯的 哇 天啊 竟然是能在日本找到孔雀香酥脆 我覺得這真的是非常厲害的一件事情 它這邊下面有寫 它是成品生活日本橋的一個地方 之後我也會把它的地址 放在這部影片的下方的說明欄 那你大家有興趣可以Check一下 然後它距離那個銀座線跟伴障門線的那個 三月前非常的近 然後大家如果有機會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這是我所購買的 第一樣孔雀香酥脆 說到孔雀香酥脆 說真的我真的 我這一次回台灣 就上一次回台灣呢 居然沒有買過孔雀香酥脆 這一點也是讓我自己個人滿震驚的一個事情 所以說我想說這一次就來了 就一定要把它買齊有沒有 好 接下來第二樣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 滿漢大餐 沒有錯 滿漢大餐的紅燒牛肉麵跟真味牛肉麵 這個也是超級懷念的一個味道 所以看到了真的是 迫不及待就把它買回來了 這個等一下也再跟大家來細細的做介紹 還有別的東西 另外還有就是 這個東西我也是看到之後就覺得 這個必須要買 就是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花生貢糖 貢糖 其實我個人滿喜歡吃貢糖的 尤其是它那種酥酥的這個口感的東西 讓我真的非常的喜歡 但是我看到這個包裝 其實我有一點點擔心 就是因為它這邊這個地方有沒有 就是現在我們看到的地方是這個露出來的地方 但是我想說這邊我們沒有看到的地方 它會不會是就是沒有放東西呢 對 因為最近其實可能是因為物價上漲 其實有一些我們那種古早懷念的零食 就慢慢的 雖然說可能沒有漲什麼價 但它裡面的量都慢慢變少 尤其是像這種 你外包裝看不到的部分 有一些店家不是都會直接把它弄空的嗎 就是讓你看 哇 看起來好像很多 就拿出來一打個 怎麼那麼少的那種感覺 其實我不知道這個廠牌 所以說我也還滿好奇說 拿出來會是什麼樣子的 這個等一下也一樣一併的開給大家看看 然後另外呢 雖然說買的東西沒有很多啦 只剩下最後一組的就是這個 蒸拌麵 我現在說買的東西就是這幾樣啦 然後說實在的感覺看起來好像沒有很多 但是其實它全部加起來也不便宜 然後我們等一下再一一的跟大家講一下說 這邊的東西大概都花了多少錢 然後這個 蒸拌麵的部分我買的是麻辣山椒風味 對 我就我不知道是從哪邊聽來的一個消息 就有人說現在不是市面上有非常非常多的 乾拌麵系列嗎 然後蒸拌麵呢就是 眾多的乾拌麵市場裡面呢 就是數一數二的味道聽說還不錯的 然後這個 我也不記得我到底有沒有吃過 好像有吃過又好像沒有吃過 總之因為也是很懷念台灣 雖然說我回來日本也才沒幾個月 但是還是會手癢 還是會想要吃點台灣的味道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因為這一次回去可能待了比較久 所以說就更懷念那種台灣的滋味的感覺吧 好 首先呢 我們再回到一開始所講的這個孔雀香酥脆 我真的很久沒有吃孔雀香酥脆了耶 真的也超過兩年以上 為什麼我上次回去真的沒有買到 我真的是匪夷所思 明明就很喜歡 那我現在就馬上來吃吃看吧 今天回來呢 一直很期待拍片的這一個瞬間 因為就是可以吃我懷念的東西 來 開來 就是這個味道 它也是從我很小的時候開始就有了 然後它上面的那個黑芝麻跟它那個 有點像是魚的那種味道 跟它魚的造型有沒有 真的是讓人家非常的懷念 而且它裡面說真的量也是滿多的 先來測試看 好 就是這個味道 就是這個味道啊 我記得孔雀香酥脆它一開始出來的定位 好像就是這個 就是這種 好像是那種下酒的樣子 但是其實小朋友吃也是非常棒的 就是你不用下酒它也很好吃 這樣說起來我好像 我的人生中好像也沒有吃它配酒的經驗耶 總之它單吃就非常好吃 非常懷念喔 然後 然後它呢 孔雀香酥脆的售價 在日本你們知道是多少錢嗎 它在日本呢販賣的價格是日幣270塊 270塊日幣的一個東西可以買到一包這個 其實說實在的呢 如果你把它算成台幣的話可能會很貴 但是以我今天是在日本買到一個像這樣 國外的零食來講270塊 我覺得它非常的便宜 我覺得它是很值得的 然後說到這邊可能有人會說 為什麼我沒有買義美小泡芙呢 其實我在現場是有看到義美小泡芙的 然後它是只剩下草莓口味的 雖然說草莓口味我也滿喜歡 不過我最喜歡吃的是巧克力口味 然後義美小泡芙在日本的成品生活 日本橋這裡呢 它的販賣價格是 我印象中好像是300 360 還370 還380之類的 就300多塊 然後我很想買 說實在我當下還滿想買 但是因為剛好又看到了這個成品 不是 看到這個孔雀香酥脆 覺得那我這次先來吃個孔雀香酥脆好了 雖然說對義美小泡芙感覺非常的不好意思 有為我這個義美小泡芙 自稱代言人的名號 不過我覺得今天我覺得有這個孔雀香酥 應該就能夠滿足我了 好 接下來是這一個 滿漢大餐的泡麵 而且它的包裝是這個紙盒的包裝 它不是那種袋子的 就是不是那種塑膠鋁箔袋所裝的那種包裝 然後它同時有兩種不同的口味 就我以前還記得就是滿漢大餐 剛推出的那個時候 之前是造成台灣泡麵界的一股旋風 因為以前是比較沒有那種條理牛肉包的 然後沒想到推出像這樣滿漢大餐這個系列 所以那個時候賣得也滿好的 也是我兒時的一個回憶 因為我以前比如說國中的時候吧 還是小學 應該是國中啦 就是因為我們家以前是做生意的 然後有時候可能六日 然後爸媽不在家 他們可能去忙了嘛 然後我們在家就是泡泡麵吃 當然不是常常啦 就是偶爾會泡泡麵吃 然後那時候滿漢大餐也是陪我度過的那一段期間 所以它對我來講不只是台灣的味道 也是我一個兒時的味道 然後這個滿漢大餐的牛肉麵呢 它的售價是多少 我來看一下喔 它的售價是日幣451塊 451塊 聽起來好像 我自己個人是覺得還可以啦 就是400多塊 簡單來講在外面吃一餐也都絕對超過500塊以上嘛 一般來講在日本的東京 所以說它這個等於是外面一餐的價格 還要再便宜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售價我覺得是合理的 像我之前不是有參加那個台灣小季嗎 那時候台灣小季的時候也有一攤也是有在販賣這個 那個時候價格就沒有像這樣這麼好看 那時候我買其實是比較貴一點 只是今天看到它哇 居然有 而且哇 居然還比較便宜 所以我就還是買了兩碗的回來了 好 然後進入到下一個 我自己個人最有興趣的就是這個 貢糖 其實我自己個人很喜歡吃貢糖 而且是喜歡吃它那個口感 然後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是不是 這個我們沒有看到的地方是不是就沒有放貢糖 我們來看一下喔 來 各位觀眾 我直接抽起來喔 它是滿滿的三排耶 滿滿的三排的貢糖 而且它裡面好像還有東西 我看一下 裡面還有附一個夾鏈袋在這個裡面 我知道了 它就是因為它貢糖的東西比較怕受潮 然後它可能 因為它這個目前的這個袋子呢 開了之後就沒辦法封起來 所以說你這邊打開之後 你可能吃個幾片 吃不完之後呢 你可以用它這個把它封起來 應該是這個意思吧 應該是喔 而且它剛好它的那個長度是差不多的 所以應該是這樣子沒有錯的 等一下我現在其實我很懷念貢糖 我要再來吃一下 對 變成在吃零食的一隻椅子 而且吃貢糖要小心啦 因為它可能會掉屑屑 各位啊 貢糖 趕快來吃吃看吧 就是這個味道 好想配茶喝 好想配茶喔 天啊 就是這個口感 超喜歡 完完全全的家鄉味耶 真的就是完全我印象中貢糖的那個味道 然後這一個貢糖它的售價呢 比較高一點 它的售價呢 這一盒是日幣1388塊 聽起來好像滿貴的 但是大家可以想說它的量其實不少 就是我一開始 不小心 我在這邊跟他們說說對不起 我一開始質疑它說 因為這邊都沒有放貢糖之類的 結果沒有 它其實是滿滿的三排 然後是這個價格 雖然說價格是偏貴的一點 但是我覺得我還可以接受 就如果大家也很想念貢糖 或是你想要讓你的日本的朋友 吃吃看貢糖的味道的話呢 我覺得可以試著入手看看 大家一起穴應該還不錯 不過呢 唯一的確認就是日本人可能比較 沒有那麼喜歡吃那種 會一直掉穴穴的東西 所以可能就要請他們一口把它吃下去 也許會比較適合 好 接下來最後一個就是這個 蒸拌麵 這個蒸拌麵的 我們直接進入售價好了 因為我不可能在這邊馬上吃給大家看嘛 它售價也比較貴的 它這裡面一包是四入 它的售價是日幣1620塊 1620塊除以4 等於一包是要405塊 所以其實 它其實跟滿漢大餐比起來已經有得拚了耶 它等於它裡面是適合滿漢大餐的那種感覺 然後 不過我現在它的味道應該是好吃的啦 所以我也滿期待之後呢 我跟小米如果突然間很懷念台灣味的時候呢 也許就可以把它打開來吃吃看囉 好的 以上就是我這一次跟大家分享 我最近在成品日本橋呢 所買到了一些台灣味的影片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其實說實在呢 在那間店裡還有非常非常多台灣味 偶爾有在那間店看到蘋果吸打 還有一些其他飲料烏龍茶之類的 說真的 在裡面逛真的有一種讓我 我現在人是不是在台灣啊的那種感覺 不過因為畢竟它的店是座落在日本橋 然後再加上呢 從國外進口到日本來這邊呢 多多少少還會需要一些 比如說運送的費用或一些其他的雜誌 報關等這些東西 也都是會需要一些產生一些費用嘛 所以說它的售價跟台灣比起來呢 絕對一定會是比較高一點的 如果你們是非常懷念那種台灣味 你還沒有辦法要回去的話呢 我是覺得你們可以去那邊試著採購看看 不過當然也是有一些其他 比如說中華超市呢 也是可以買到類似的東西 不過我是第一次看到我在賣貢糖 台灣的貢糖還有就是賣這個孔雀香醇 真的孔雀香醇耶 吃了真的會懷念 而且它的味道是我非常喜歡的那種香香的感覺 然後剛剛也有說過呢 就是我也會把陳明立門橋的地址呢 放在YouTube影片小朋友的說明欄內 有興趣大家可以去Check一下 是在那個東京メドロ 半藏門線跟銀座線的三月前站 然後只要從那邊好像是A8還是A3吧 出口出來就在對面而已喔 非常好找 而且那邊附近真的非常漂亮 所以如果大家有機會呢 假日也可以 就是你可以去那附近走一走 然後這間店裡面也有非常非常多 台灣的東西可以逛 不只是吃的 甚至連那種文創的東西都有在裡面 其實我在裡面也有很多想要買的一些東西啦 但是我盡量忍住了 哎呀 怎麼管不住這個手呢 我本來也沒有買東西 我本來也沒有打算要買東西 結果就買了這麼多台灣會回來 對 這也是 哎呀 管不住這個手 真是的 真討厭對不對 好啦…如果大家喜歡我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影片的話呢 一定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而且要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這樣我在上傳新的影片 才會在第一時間通知你 我在生活上的一些分享 還有在日本的一些碰到的事情呢 大家都歡迎到我的頻道 來一起追蹤起來喔 還有你們也可以選擇加入我的頻道會 用最實質的方式來支持我 那今天的阿倫頻道呢 日本台灣為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Bye Bye